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现象当中提炼问题 从问题当中产生理论 有了理论以后再拿现象去检验 这套方法论本身就对我比较有感到的 这回顾改革开放30年时 他说邓小平其实是一个符号 他就是把实践当中行的东西 过去始终认为不合法 给他一个合法感觉 他认为现在的改革 是在一个很难改的体制下 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推动 对未来的改革乐观吗 乐观悲观反正都有些道理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部分 怎么行为 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非常欢迎就是周教授能够来到我们网易财经的 意见中国栏目 我们都知道周教授是不常接受视频访问的 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他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9月1号我们知道科斯教授他逝世了 他是您最喜欢的经济学家 也是您的朋友 您认为就是科斯教授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您聊一下 这个科斯去世我们都知道 这是挺大的一个消息 那么你像我们认识科斯都是 首先通过文章了解他的想法 感了兴趣以后才会去看更多的东西 最早知道科斯应该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 80年大概85年 当时国内有一个出版物 应该是法国一个新闻记者写的一个中述 这本书我还记得名字就叫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他里头介绍了很多美国的经济学的学派 其中有一个介绍到科斯 当时看了以后引起了一点注意 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呢 就是科斯的论述就是他自己讲的 他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他现在从现象出发 比较打动我的故事 就是他在大学本科高年级的时候 他研究企业问题 他就拿到一个奖学金 然后就跑到美国去访问很多工厂 公司 商业办公室 银行 其中去了福特汽车制造公司 那么他有一些回忆 有一些他早年的发现 后来德罗诺贝尔讲的 这个发现跟他那些实地考察之间的关系 他是在通过现象当中 去跟这个经济学传统对话 从而发现经济学传统原来薄弱的环节 比如说过去大家都重视生产成本 不太重视这个交易费用 他就发现了这个东西 像这种工作方式 对我这样的人就比较有感造力 因为我们是中国这一代 这个现实上山下乡 接触了大量的社会的现实 就先有现象 从现象里头提炼这个问题 然后提炼理论 这套方法论本身就对我比较有感造力 所以您有一本书叫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对这个词其实是科斯 他特别强调的 他认为不应该搞黑板经济学 就纯粹在黑板上 推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而应该从现象当中提炼问题 从问题当中产生理论 有了理论以后 再拿现象去检验的 就是科斯教授 他是一直都非常对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很感兴趣 然后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能够来到中国 对说起来是蛮有意思的 可是从来没来过中国 可是他就是对中国一直抱有 这个很有兴趣 同时呢又好感 对中国人 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就特别的在意 据他讲呢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读过这个马克波罗 这个马克波罗访问中国 记载了当时中国这个文明 是一个蛮高度的文明 他就脑子里有很深的印象 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 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那么加上这些年 特别是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 给他这些间接的消息 给他很大的启发 他认为 因为他是从现象当中看世界的 他不认为这个经济学理论 仅仅观察欧美的现象 就可以尽善尽美 他需要有更广泛的观察 尤其里头不可少的就是这么个占 人口这个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 这么大一个中国人的这个群体 又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 他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 您的书名是改革的逻辑 在序言中您说 这本文集讨论的 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 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 继续改革的逻辑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就是我们原来建立起来 这个高度权力集中的计划体制 它不是一个 就像克斯讲的 在市场当中自发形成的这个合约 它是利用国家力量 自上而下的建起来 然后呢有一大 有很多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包围着它 你比如人民公司 你一碰就好像碰到社会主义了 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唯一的一种形式 这是我理解我们这个改革为什么难 经济问题是要在经验的基础上试的 这个办法不好 你叫试 对不对 最近有个比喻就是鞋和脚嘛 那鞋要不和脚的 那你就得换一个鞋 不能说这个 这就不能动了 就是难受业的船长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有点特殊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讲改革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 当然你不改现在看来社会的这个问题很多 你不改这个经济增长的持续 尤其是社会和经济之间这个平衡 看来是很难达到 所以这是我前言里讲的 所谓改革就是改也很难 不改它麻烦就会更大 这中间有个什么逻辑 那么我的理解这个逻辑呢 实际上也是在中国改革经验当中得出来的 就是计划经济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脑子里先有一套 然后试图这个实际生活照着这套来办 这种思维方式要改变 包括改革 我的看法也不能有这样的逻辑 当然改革应该有个大概的这个框架性的考虑 因为改革比较复杂 就现在所谓讨论的这个顶层设计 但是呢顶层设计呢 我对这个词多少也有一些保留 因为它是个工程的这个用语 它是最早是工程的一个术语 就计算机这个program 你如果没有上面架构弄好 底下架构搭 最后是搭不下去的 不过社会这个经济运动啊 特别是制度性的变量 我的看法要比一个工程复杂 没有那么确定性 因为它是各种力量互动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有一个大概的框架性 方向性的东西 但是很多具体一步步到底怎么走啊 你还是要在这个实践当中摸索 要尝试要试验要试错 要把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 这大概是一个逻辑 同时呢一定要从经验的基础出发 到底哪个走得通哪个走不通 您在您的书里边写的是 您有一句这样的总结说 什么是改革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这是一个您总结出来的一个逻辑吗 这个因为实际上你仔细看我们的生活 就包括过去计划体制时代 底下有好多事情是突破了计划经济的 你比如像包产到户 早就发生过 但是呢 开始发生的东西 因为它原来不是体制内产生的 它有具有这个法律以外的特征 甚至是非法的特征 你看小港农民最早签那个 家庭联产承包的时候要保密 要不让人知道 实际上生活当中 在无论农业领域 工业领域 商业领域 方方面面 这些象都存在 那么我觉得一个改革的这个所谓逻辑呢 就是在这种已经发生存在的现象里头 去找哪些东西了 它能解决问题啊 你不知道它秘密的包产到户 有打粮食就增加了 它更接近现实 它更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找到有效办法 找到有效办法 然后改革加上后边那一段 就是让它行得通的事情 解决问题的东西合法化 这个合法化非常重要 因为它预期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今年我可以包产到 我明年能不能包啊 五年以后怎么样 十年以后怎么样 所以生活当中永远有一些行得通的一些现象 但是它经常是不系统的 零碎的 形形色色包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的 那么改革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要在这里头发现下一步体制变化的一个方向 把里头做对的事情把它提炼出来 变成政策 变成法律 然后变成更大规模的预期稳定的实践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改革的一个路数 您刚才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逻辑 您认为现在它还在发挥作用吗 在发挥作用 那么如果说评价这些年呢 我的看法底下冒的事情不少 冒出来的事情不少 但是合法化的程度慢了 我们经常在北京 在上升建筑里讨论改革 改革 改革 有时候也想出了很多改革的题目 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反而扎不下去 而冒出来的东西呢 我们又没有及时给它合法化 给它提供那个制度空间 您是认为就是邓小平在这个中国的 前30年的改革中发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 我的理解呢 邓实际上也是一个符号 就是他那个时代国家和国家制定政策方面的一个代表 所谓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就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改革开发当中做对了什么 他就是把实践当中行的东西 过去始终认为不合法 给他一个合法空间 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做的最对的地方 或者说那个时期 中国的国家机器啊 发挥了正常的功能最值得肯定的一条 你看有很多事情不是北京发明的 这早年的开放 比如让香港这个资本过来开厂 让中国的农民进去打工 这个也不是北京发明 广东是被这个逃港啊 这个逼出来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因为当时在广东主政的领导人就问嘛 为什么逃过去啊 说逃过去他那里缺工人啊 因为缺工人所以工价就比较高啊 逃过去两年就把钱汇回来在家里盖房子了 我们这里搞了多少年还比较穷 那后来就逼出一个想法来了 我干嘛让中国的人逃过去打工呢 我为什么不让 因为他既然缺劳力 让他把场开过来行不行啊 搞一个特区 其实开放最早你看 这个他都有这个牙子 包产到户也是这个牙子 民营企业也都底下先冒的 但是冒了以后啊 中国社会天天在冒事情 国家机器起什么作用啊 制度化起什么作用啊 就是要把那个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吸纳进来 不要让这些现象老在法律之外 这就是我认为值得肯定的东西 就所谓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因为你要让那个东西合法化是需要权威的 因为大家看法很不同 到底行还是不行 他需要国家机器利用这个 这个不同意见的整理集中 然后特别是法律化的话 他是要通过国家这个权威来颁布的 用国家机器来保证它执行 这样这个生产力就发展起来 您刚才说就是 现在合法化的这个速度现在是放慢了 您觉得这个阻力是在哪儿 阻力呢抽象讲就是两面 一个就是有利害冲突 对不对 因为你要改变一个东西 它一定要损伤到一些既得利益的 因为所谓改变 这个制度就是改变游戏规则 改变游戏规则就是原来赢的 你不一定继续赢了 那他不愿意 这里头会有很大的一个利益冲突 第二更麻烦呢 就是他会有观念的冲突 因为我们多少年想问题就这么想 你比如我去讲 其实最早包产道户大概50年代后期就有了 但是看法上就觉得不能接受 可社会就是人民公司这一套 一大二公司唯一的一种选择 这个观念这个思想不解放不打开啊 他就是碰到鼻子他也不会接受它 也不会去承认它 您觉得这两个哪个阻力更大 我相信他们是交互的 现在来看呢 由于我们容易改的都改了 现在剩下的改啊 这个基的利益是非常大的 您觉得就是在当前这个改革 已经缺乏像邓小平这样的一个领袖 来主导的情况下 还有什么样的途径来冲破这些阻力呢 这个因为80年代有80年代条件 当时的这个老一代这个打天下的人都在 他们身上自然就有历史带来的权威 所以当邓小平把这种权威用于改革的时候呢 中国这个改革过程推进就很快 那现在呢 当然国家机器还是有权威 但是你毕竟没有打天下那样高的权威了 所以现在需要社会更积极地参与 包括像这个合法化过程 它也不是仅仅自上而下 说把什么东西吸收进来 它也有一个社会各界要求 你比如说立法过程 我始终主张公民啊 企业啊 底层啊 地方啊 应该更积极地参加到这个 立法过程和修法过程当中来 这样可能会 跟形成跟80年代早期那个推进改革啊 这个不同的做法 还有就是包括观念这个东西 就要通过思想的交流 某些情况下就是交锋 也就是科斯教授 最后这个对中国讲过的话 就是你们要注意 要发育一个良好的思想市场 不要这个什么事情都是这个一句话 一个判断 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是对体制变化有帮助的 您对未来的这个改革乐观吗 乐观悲观 反正这个都有些道理吧 但最重要的是 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部分啊 怎么行为 农民怎么行为 基层怎么行为 这个企业怎么行为 包括一个教育单位怎么行为 包括一个教育单位怎么行为 这种行为是形成未来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认识到东西 把它跟更多人的这个实际活动啊 最好能够这个结合到一起 最好能够这个结合到一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